给5秒大家看看这两张liflet有什么不同 无论排版文字都好似 不过是两间不同承办商的liflet 安泰村承办商有10元差价为走法律 正所谓魔鬼在细节 最不同的又怎知是承办商的名字 年价钱都有分别 不知但是又会这么巧 款款都有这么适合10元差价 查实这两张liflet的公司 都是房委会认可的装修承办商 可以去入伙的安泰村承办商 有业内人士说 洋洋奖欠10元是为了备过竞争条例 事关旁边安泰村的10间装修承办商 因为涉嫌合谋定价和瓜分市场 给竞委会入品 听他们好像是内定的 不是我想去那间做那间 总之你进过去有人招呼过你 第二个档口的柜位都不会 肯定不对 我一定不会赶紧 安泰村家镇都差不多入伙 其中一间涉事承办商的职员 还跟我们说 用统一的报价单 兼划一价钱都算是行规 有业内人士就说 因为装修承办商 都不想斗便斗钱赚生意 所以就衍生出合谋定价和分饼仔 又或就算这次安泰村单case成功弃数 相信合谋定价和分饼仔 只是会更低调地存在